第一人我看到了一個現象 就是每一個鄉人的農會 都很認真在介紹他們得優的農產品 今天我們跟大家鄉會的農會 我來的時候有全人出來接待 我們現在這是溫泉什麼 這溫泉是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運用完當地的 這個叫西溫泉水冷卻之後去灌溉 栽培 然後當地這邊有溫泉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 跟一般的米會不一樣 我們有溫泉米、溫泉香米 還有開發一些我們的溫泉糙米茶 還有溫泉米粉 是這樣 這就是他說的溫泉創米茶 溫泉米粉跟外面的米粉不一樣 一般外面的米粉有的是都用玉米澱粉 我們的溫泉米粉是純百分之百都是用米下去做的 所以吃下去到一般外面吃一口的味道不消化 這個吃下去不會來為它更好消化 這怎麼會做到怎樣 如果有的要有技巧 有的就是不能進行固定 之後先撒起來 另外再加湯再加下去 我們有一等的溫泉米 是 那這是怎樣 因為我們一般外面都是二等居多 我們溫泉米現在有開一等的溫泉米跟溫泉糙米 它的品質都是一等的最好的品質來做我們的溫泉米 是 所以好才有營養 它Q還有我們的家有純粹的米香味 非常濃郁 你說這個西米禮盒是怎樣 它有融獲我們十大觀光特產的入選品頂向 它做結婚、訂婚用 而且還可以做半搜集來使用 我們農會有營養我們當地的一些農特產品 包括金造、營菜、米 來開發我們家的商品 來做我們UK來觀光的好看手 是 那西董是什麼 西董跟一般的就是類似果凍 但是它是用西董 直接掃收工下去就是可以直接吃 比較不容易 更不方便 還不收工,還有好笑話 好好吃喔 好像果凍耶 吃起來酸酸的 甜甜的 好棒喔 讚